国民党征召新北市长侯友宜代表参选2024总统选举 最近忙着在基层败票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成为最孤单的那一个人 对于自己过去的顶头上司遇到这样的状况 新族市长高宏安认为国民党的选拔方式有点让人看不懂 不过毕竟自己是局外人也不方便说些什么 就是好像看起来大家对于国民党的这个方式 其实都外界看不太清楚啦 那我不知道说是不是他们内部自己有讲清楚说 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决定 但是当然就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来看的话 就会觉得如果说真的有内定的情况 那又不讲清楚 然后让郭台铭先生就是在这一个半月 大家都看到他有多努力 其实我是觉得好像就是好像是有点怪怪的啦 就是说其实昨天可以看到大家的讨论非常的多 就是如果说这个游戏规则不清楚的情况之下 那又已经有一个内定的人选 然后今天又看到这个报纸头版头都已经写国民党征兆侯友宜 其实我觉得不知道郭台铭先生看到的时候会心里做何感想啦 高宏安为郭台铭报屈不过站在旁观者的立场 他也希望国民党跟郭台铭侯友宜都有充分的沟通 不要在沟通上有所误会 就是希望大家都就是因为我没有参与其中啦 但是我是真的很希望说国民党跟郭台铭董市长 或者是侯友宜市长他们都有充分的沟通 最不希望就是说大家就是可能有一些沟通上的误会 比如说有人觉得说我这个胜券在握 或者是我努力就有成果 那可是后来其实发现都一场空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令人难过的状况啦 对不过再怎么这样子就是说这个就是旁观者 我们今天就是新竹市市政报告最重要 为了代表国民党参加总统大选 郭台铭日前才来到新竹市 拜会新竹市议长许修睿以及市长高宏安 尤其跟高宏安闭门会谈超过了30分钟 但才过没多久就确定国民党属于另有其人 郭台铭的失望高宏安感同身受 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 1 5 5 3 9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